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话直说 我是主讲人张有华的配偶 我叫陈美秀 今天特别要录制一段视频 来向各位网友报告 首先我仅代表张有华老师 向喜爱他的观众致谢 你们的支持对有华兄就是肯定 对他的祝福 在这几天我们一一都收到了 让我们内心都感到非常的温暖 另外我录这个视频的原因 最重要还有一个 就是我要针对外面媒体报道的错误澄清 第一我们有华兄今年屈岁71 第二他并没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在最后医生所开出来的死亡证明 也只能以无法明示原因的心跳停止 当下的跌倒脑部的撞击 并不是他致死的原因 所以连医生都不明 所以请各位媒体大家能够理解 不要再揣测 第三 表达我自己的心情 人生爱有多深 痛就有多深 这一段这几天走过来 从当下的惊吓 狂喊 呼喊 祈求佛菩萨各路神父的加持 到今天 他已往生 这一路走来 深深感受到 爱有多深 痛就有多深 但所幸 我们的老祖宗 佛法 庄子 在这一路上引导我 让我能够抚平伤痛 最后 最后 我要向各位网友报告 有华兄这一生很圆满 不管是在他的事业上 他为台湾老百姓发声 他为两岸和平 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 当初他开设这个频道 只是希望有一个管道 能够让两岸可以沟通 了解彼此 而不要有误判形势 他的初衷就是这么简单 唯有沟通 才能够找到解决的问题 所以他秉持的是这个理念 让两岸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让两岸能够了解彼此的状况 而不要误判形势 这是他跟我讲的 再来 在家庭上面 他对他的家庭 原生家庭 可以说 该尽的责任 从上对父母 对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的儿女 甚至 子女的儿子 也就算是外孙 外小外孙 他依旧疼爱 没有任何的亏欠 所以他家庭方面也很圆满 对于我 那更不在话下 相处三十几年 一路苛故 我能够成长 也有他的帮忙 一切都是因为他 我才能够怎样 如此的 慢慢的平复下来 所以我们从事业 家庭 社会 他都尽到他这人生 应尽的责任 他这一生很单纯 也许他的脑袋很复杂 他懂很多 保读诗书 家里五万多册 旧家 所有的书 他因为舍不得 所以五万册 舍不得 所以他把旧家保留下来 就会让他这些书 有一个什么呢 安居之所 当初他去整理旧家的书的时候 一边整理 一边感谢 若不是有这些书籍 帮他走到今天 他这一辈子的成就 都是靠这些书籍 所以他决定把旧家保留下来 而不卖掉 这也是造成 那我理解到他对书的爱 他整理书的时候是开心的 他买书的时候是开心的 他读书的时候也是开心的 外面的人认为他好像很复杂 其实他就是很单纯 一个很感觉喜爱读书的 人 中其一世也的确做到 他的一心一意 他的所有的努力赚的钱 都是靠他一笔一笔写出来 一嘴一嘴说出来 并不是 并没有投机取交 他赚得很辛苦 或许有人会调侃他 但是他都是很辛苦的赚过来 我做老婆看在眼里 好 对不起 情绪有点激动 但是最后 我就诚如刚刚所说 我对他这一生的评价 他没有遗憾 我也没有遗憾 因为他真的很圆满 在方方面面 好 最后我紧注 各位网友 一切平安 珍惜身边的人 门途 added ... 5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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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